我风景真好这个卧槽 这游戏风景真好看到没有啊 这画质 真的表 加上这个配乐啊 这他妈才叫游戏 这游戏贼好玩贼好玩 对啊小谷是什么垃圾游戏啊 那你妈以后一辈子都不玩小谷了 那狗都不玩就玩这个 这个游戏连击不适合做主线 连击适合做支线 因为主线一个人他更有沉浸感 我们这游戏慢慢玩好吧 像你们那么说 我直接播个40个小时 我不睡觉给他搞完啥了 是不是 我没有状态的时候 玩游戏我也不讲话 然后呢也不跟你们聊 也不聊剧情 也不跟你们解析 这样看起来多无聊啊 这样的直播你们愿意看吗 对不对 我需要的是 直播间所有的观众 我要给你们这个代入感 一般情况下来说 吃完饭之后 这个技术不怎么好 因为吃饭 它会增加这个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导致什么什么反应变慢 什么什么操作也变慢 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反正就是产生一系列反应 所以任何人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特别电竞比赛 他是不吃饭的 吃了饭的人 他是上不了赛场 但是我不一样 我是美国麦阿蜜车神 我的幸福生活 确实对于我来说生活就像 每天我都有肉吃 吃着我能看着电视或者玩着游戏 这样一辈子就够了 其实我没什么追求 我不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 对于生活方面 追求多了太累 有些人追求一身 虽然有可能什么都有了 但还不一定有我的一辈子幸福呢 那你开公司干嘛 很简单 开公司能保证我一辈子都天天吃肉 天天玩游戏 天天看电视 没事看看翻 看看动漫 看看电影 再玩玩游戏 吃吃肉 就OK了 干嘛呢 在射猪呢 嗯 快搞下去 啊 嘿嘿 嘿嘿 阿蜜 你把我擦死了 我的猪伤害太高了 啊 啊 我存了脑呢 没事 问题不大 我没带毛 就带了弓箭 没想到弓箭那么不给力 我被猪拱死了 我说阿蜜完了 嗯 完了你知道吧 我刚才没存在脑 我船得从印度 世俗总要 男人无拘无为 扎搞